首先把这个电源拔掉 还有这个UI笔口也拔掉 然后在这里把这个 这个离合器的两根线拆下来 在这边 这个和灰线连在一起的 这个和灰线接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上面的第二个 是单独的一个黑线 然后把这里的 它和这个线扎在一起 把这个线剪掉 然后就可以从这里把它拉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这里面 这下面有个内六角的把它松掉 把这四个这一个两个 还在前面的两个 这四个下面的下面的螺丝松掉 把它只是松掉 不要把它取出来 两根杆 把它从前面推出去 然后注意这里下面有个开关 不要把这个杆掉下来 把这个开关打断了 然后把它推出去 这第二根也是一样的 好 然后再把这 这离合器上面 这四个大螺丝拆掉 然后把这个皮带把它剥掉 然后转转 把这个皮带从这边拿下来 然后再把这里取 可以取出来